长夜曲配角阵容超豪华 全是我心头好 毛子俊在演疯狂反派 李欣泽从守护大师兄变身恋爱恼恼男 还有丁宇夕的腹黑全程神度 简直是颜值盛宴 快来告诉我 你心中的颜值一号是哪位男神吧 7.姚依晨许响人 在帅哥云集的影视圈 姚依晨可能不是第一研究经验的帅哥 但他长相周正 给人一种特别稳重可靠的感觉 姚依晨是欢润世纪的金牌绿叶 他在好多超级火的剧里 比如锦衣之下周生如故琉璃等等 都演过重要配角 他的演技特别棒 给这些剧添了不少彩 简直就是剧里的宝藏配角 6.韩成宇莫千之 韩成宇虽然不是那种 一眼就让人惊艳的大帅哥 但他有骨子特别的气质 演杀角色都能让人幸福 就说堂鬼二厘吧 他演的莫千之一出场 那叫一个风度翩翩 书生气十足 手里拿本书 一举一动都透着文化人的发 简直就像从古代文苗里 走出来的书生一样 韩成宇这次演的莫千之 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留了胡子之后 感觉他整个气质都沉稳了 看起来更成熟 更有男人味了 简直是魅力四射啊 5.张天阳消重 张天阳真是个演技派 演啥像啥 特别厉害 他一会儿能演个很辣的林乔宋 让人看了都害怕 一会儿又变成心汗灿烂里 那个文弱的三叔父 柔弱的让人心疼 这次新剧里 他光用一个眼神 就能让人感觉到他城府很深 真是个颜值和演技都在线的实力派 希望他能继续给我们 带来更多好看的表演 4.孙泽源潘池 孙泽源自带一股子 青春洋溢的少年气 这也是他最吸引人的地方 这次他穿上古装 变成了超厉害的神探潘池 拿起笔来画画破案 那模样简直帅呆了 让人一步开眼 我之前就被他在 沉香如蟹里演的 小乌龟萌化了心 太可爱了 还有在时光与你都很甜蜜 他穿上校服 简直就是我们上学时 梦寐以求的那种校草 肯定有很多女生 都偷偷喜欢过他吧 3.丁宇熙沈渡 丁宇熙穿上古装 简直帅诈了 传闻中的《陈千千》里 他演的寒硕 一会儿傲娇的步行 一会儿又变得超级可爱 切换自如 让人爱到步行 还有《七十吉祥》里 他演了七个 不同身份的角色 每个都演得超像 特别是那个战笋将军 眼眶微红 眼泪已掉 简直是让人心疼的步行 我超级喜欢 丁宇熙在新剧场 乐趣里演的沈渡 如真是太有反差感了 他表面上是个 让人害怕的白无常 但内心其实超级善良 会为了保护别人而拼命 他的打戏也特别帅 看着就让人热血沸腾 不过呢 我感觉他那个马尾发型 好像不太适合他 看着没那么帅了 而且配音也不太对劲 有时候会让人感觉 有点出戏 但总体来说 丁宇熙还是演得超棒的 2.李新泽消华 李新泽真是个 演技超好的演员 他可以是霸气的魔尊 也可以是调皮的顽固子弟 还能变成风雅的仙君 或者狡猾的反派副官 每个角色都演得超级到位 让人看了直呼过瘾 李新泽的颜值也是杠杠的 帅得能当小白脸 眼神一变又能演反派 这次在长乐曲里 他演了个超级深情的仙皇 为了心爱的人 甘愿帮他铺路夺权 简直就是白月光本光啊 1.毛子俊来罗芝 毛子俊的长相真是态 是何忠是帅哥了 见眉心目 一看就很正派 他演书生 全臣这些角色都特别合适 感觉就像是为他量身定做的 在仙剑寺里 毛子俊演了慕容紫英这个角色 有一幕超感人 他为了傻事而脱了衣服 请求别人惩罚他 他那双眼睛红通通的 看着就让人心疼 然后他撑不住了 倒下了 露出背后那些吓人的伤口 但就算这样 他还是硬撑着站了起来 真是觉得让人佩服 在仙剑寺里 毛子俊演的慕容紫英超有戏 他脱掉衣服请求惩罚 眼睛红红的 好像下一秒就要哭出来 然后他就倒下了 背上全是伤 但还是咬着牙站了起来 简直是个倔强的汉子 但是啊 他一戴上状元帽 立马就变成了 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 帅气的步行 在虎妖月红片里 他又变成了风流倜傥的 鸟妖言如山 心里挨着一个人 但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在一起 真是让人又爱又脸啊 这回毛子俊又演了 个超代感的角色 在长乐曲里 他演的特别疯 一直追问别人问题 还把人绑起来关着 硬要别人爱他 但他脸上一点 黑化的妆都没有 全靠演技 就让我们觉得他好疯狂 这演技啊 简直就是男人的整龙神器 让人一看就忘不了他的帅 你们都被谁的颜值迷住了呢 好疯狂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